太認真在這場比賽的時候 女王一直看女王 然後女王顧完之後 你發現無敵這邊沒了 你這個一定不會三星 他想要把斷邊做得特別的完美 因為這場比賽特別的重要 然後導致 哈囉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Cybi 我們上次影片有講到說 我這次要來檢討一下 我們這一個月的這個 自我練習吧 那因為上個月 我有跟X-Team去打這個金票站嘛 對不對 雖然最後很可惜 沒有拿到晉級的資格 可是我覺得這次體驗 對我來講是蠻不錯的 雖然過程真的還是蠻累的 打了很多場 那這個X-Team長老現在的成員們 真的非常非常可靠 那也是因為真的他們太可靠了 那讓我自己覺得 感覺到了我其實是個累贅 所以我也壓力蠻大的 我中間強迫的去 擠出了一些時間來自我訓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上個月 拍影片的數量其實有變少 主要是我都花了很多時間在自我訓練 那在自我訓練的過程中 雖然最後面也是沒變到有多強啦 但是我覺得 多多少少的這個進步還是有的 並且呢 裡面我悟出了一些心得 並且一些大方向 我希望把這些大方向呢 就是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想要進步的各位呢 我覺得一定對你是非常非常有幫助 畢竟這是我在這個想要跟 想要追上現役選手的這個 路程上面得到的一些心得 雖然最後還是沒追上 但是呢 我覺得 有得到一些蠻有用的心得 好 所以這次的比賽檢討呢 我最後面總結回來 其實COC 回歸一個大綱 我們不要說什麼流派的細節啊 一些小配兵的差別 這個裝備什麼 裝備只有一些我覺得特別有差 比如說補血真的太重要啦 然後女王的兵艦真的太重要 男王的這個狂暴藥水 加上巨手套 不是手套啊 就是很很神配的那種 拆不掉之外 其他的 其實一些小的一些配置 我覺得其實還OK 然後並且寵物的搭配 我覺得其實還OK 真的沒差這麼多 然後你說有些人用炸彈能 有些人用哥布林 我覺得沒差這麼多 差最多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先把它抓出來 這一些東西是最重要的 不要去Lost的這一塊 然後這些小細節 你可以自己去慢慢的琢磨 今天要跟你講的是大方向 好吧 好 那大方向呢 我最後總歸回來了 所有的三星的 影響三星最多的 就是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斷邊 第二個就是無敵 第三個就是重點火力 然後包含了對方的巨石碑 對方的大本 你想這麼多小細節 如果這三個沒做好 都是白達 就這三個我再重複一次 斷邊 無敵 重點火力 那重點火力就是巨石碑跟大本 這三個東西 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不管你打什麼流派 我非常肯定的跟你講 不管你打什麼流派 你就是要去做好這三個東西 然後後續才是什麼 寵物怎麼搭配啊 工程器要用哪一個東西啊 炸彈的要帶幾個 斷邊的步驟要帶幾個 這些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 非常非常的 比較細緻末微的 可能會影響一點點 可是這三個東西 才是影響你最多的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呢 非常可惜的是大家知道 因為之前更新的時候 已經把之前影片洗掉了 我其實之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沒有三星的影片 那我覺得 呃 非常非常的有參考性 我那時候我們打了30場天梯啦 那30場天梯裡面的 我打了28場的三星 有兩場沒有三星 那那兩場 我反覆看了很多次很多次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在意 看了多次之後 我終於得到一些結論 那我蠻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已經沒有畫面了 所以我只能用講的 今天呢 我會配合我們最近打的一些 部落戰的三星畫面 跟我講的內容沒關係 就只讓你們看而已 想看的人可以看三星的畫面 然後呢 我來給你們講一下 發生的事情 並且我自己做出來的檢討 那我們就 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 好 那我再檢討一下 現在我要講的東西 跟現在你看到的畫面 那個遊戲畫面是不相干的 我就只是放個回放而已 那首先呢 第一個 斷邊 斷邊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那我在這個 前一週吧 已經有發出幾個 就是關於斷邊的影片了 其實 講的東西蠻多的 其實看的人 點閱率沒有那麼高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斷邊要注意什麼東西 那些陣不能怎麼樣打 那個東西其實是 非常非常明確的一個觀念 那也是我剛好 那一陣子在 準備比賽中的過程中 拍出來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拍出來的東西是 呃... 我可以跟你講 其實如果你想要進步的話 看那個影片 是對你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那個時候 是我非常的想要進步的時間點 好 那我講一下 斷邊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其實 講到後面 其實那兩個影片已經講的差不多了 其實就是幾個東西 第一個 你注意塔的位置 好 你的進場點 要怎麼樣去進 你先想一想 那 總而言之 我會分成兩種陣型 一種陣型是 你進場點可以非常非常的明確的 就是 就是這邊進去 那你要把你的斷邊要做得 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有一種 有一種陣型 是進場點蠻不明確的 然後就是 他 外圍有很多髒東西 然後你也感覺不出來 你要怎麼進 那這種陣型怎麼辦呢 這種陣型啊 通常是 其實你一排下作為三星 因為他 他設計成這樣 其實都是有一些缺點 那這缺點通常就是 他會被一致滑三星 所以 你反而是 你進場點如果很明確的話 你要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明確 如果是那種不太明確的 像這個 這個其實是 沒什麼進場點 像這種陣就是有點爛陣 你沒看過這種陣 但是其實就是 你也不知道怎麼打 那你通常 直接一排花下去 大概是可以三星的 那 通常這個 大概三星的 這原因 跟下一個我要講的東西 也有關係 就是無敵 有關係的哦 但是 等一下我們再一起來 揭曉一下 那 主要是這個 進場點不明確的時候 你通常一排下去 那我們在 上上次的影片裡面 其實有講到就是 節奏的問題 為什麼有時候 一排下 容易三星 你就認真打發 沒三星了 因為你的節奏被打亂了 然後 你的這個 本來該打掉東西 該留的東西 沒留到 打掉了 該打掉的東西 還沒打掉 你就先下其他東西了 這節奏不好 就跟你 你不如一排下 他會互相Cover 互相幫忙斷片 互相往前進 重點是 有一個重心力最重要 我們要講 下一個東西哦 我們先換下一個影片 我這一次 打了兩次沒三星啦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東西沒做好 無敵沒有壓好 XBB你不是前選手嗎 無敵這麼簡單的東西沒壓好 對 無敵沒壓好 就是會這樣子 那我來講一下 無敵就是 又回來了 我們剛剛說 為什麼有些東西 一排下 你可以打得很好 因為我們一排下的時候 他一排下完之後 大掉就啟動了 但他啟動之後 你自然而然的 他打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壓無敵了嘛 你自然而然的 你的大法師會 下在最多部類的地方嘛 你自然而然的 就會壓到最好的無敵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你這個無敵就會壓好 所以一排下 容易三星的原因是 因為你的無敵 通常會壓得還不錯 真的不差 老實說就是這樣子 你自己去回想一下 但如果你想要下得 很仔細很仔細的時候 你如果沒下好的時候 大雕打在A區 你的大法師在B區 然後你無敵壓不下去 等到你要壓的時候 你的B區又分散了一點點 你的大法師 壓不下去無敵 然後你最後這個 沒辦法三星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對 那這個是為什麼 有時候一排下 比較容易三星 因為你的無敵 更好壓 那你說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一排下 沒有 不是 所以我的重點是 我們要 學習的 讓自己的無敵 壓得更好 那我有兩場是沒三星的 我跟大家分享 最後一場是 我們打 Queen Walker 那一場 就是Navi 我們打Navi 那場 沒有三星 老實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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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痛 因為我們那場 如果贏的話 我們會直接晉級 就是最後一天 會是在勝者組 所以第一天 我們一路贏完 我們第一天一路贏 一直贏一直贏 然後贏到最後一場 輸給Navi 然後Navi 就直接變成勝者組 我們變成敗者組 最前面的那個位置 那 所以 簡直第一天 其實是輸在我 是因為輸在我 那我那場回放 我看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次了 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那個回放 我覺得蠻可惜的 那 我形容一下 當天發生的情況 就是那場因為太重要 然後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專注 不是緊張 專注 然後我們都 每個人要下什麼東西 要下在哪裡 什麼位置都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然後大家都再三確認 XBB你等一下那個要怎麼打 那Mini你等一下那個要怎麼打 然後什麼 互相都確認完之後 然後大家都幫對方看 然後我們語音呢 我們也把隊友的聲音調到最大 然後呢 我們就非常專注在打這個比賽 我在打比賽的時候 就是我下了女王之後 然後呢 這個Mini就跟我 不是Mini Mini通常不講話 Mini從來不講話 莫名就跟我講說 我的這個 冰人要放 然後 皮卡就跟我講說 我的那個 哭乳要放 然後 那個誰 呃 那個 紫健就跟我講說 我的那個訓練營要放 等等等等 然後全部人都一起給我資訊之後 然後我就 這個也注意一下 那個也注意一下 然後我最後面 我記得我最後面 就是有人跟我講說 我的女王快沒血了 然後我就看了女王 然後壓了那女王 就是去處理那邊女王 結果最後我一回頭 我發現我的女武神到底下去多久了 我不知道 我的注意力沒有在女武神上面 我也沒有在我的這個 那個上面 然後我覺得 我這個是不是大雕 我看到大雕的畫面 那個起來的畫面 我不知道大雕打在哪裡 我也來不及去看了 可是我覺得 我的部隊要被大雕打掉了 然後我就下意識的 就把無敵按下去了 然後結果 那個無敵有按到大雕 可是那個時候 根本就沒有其他的火力 就是在兩個小炮的前面 壓下了我的無敵 然後就擋了一個大雕的傷害 然後導致後面 我的那個火力 後面的火力來的時候 我沒有無敵可以壓 然後導致那個證 我就沒有三星了 我沒三星 不是打得慢而已 我那個證 打了一個九十幾% 沒有三星 那Navi當然是滿星啦 所以我們就輸掉了 我們就輸掉了 非常可惜 那我最後面去檢討了一下 為什麼那個真的沒三星 其實就是因為那個無敵沒壓好 我當時去看了一下那個女王 我女王把他救回來了 然後我的骷髏那邊也放得很好 然後蠻王我放了一個跳進去 然後把那些東西給吃掉 單頭要燒我蠻王的時候 我也把他壓到了 什麼東西都做好了 就只有一個東西沒做好而已 就是無敵沒壓好 無敵沒壓好 那我當然是後悔了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有這種情況 就是我再講一次 很多人有這樣類似的經驗就是 我們在打一些很重要的 譬如說聯賽 這場打贏了就贏了 你如果沒三星 你們聯賽就要輸了 贏了就晉級冠一 然後輸了就可能要怎樣爆擊 怎樣的等等的 很重要的比賽 然後大家都語音 然後結果你反而打得沒有比平常好 就是是不是緊張的問題 一開始你可能會以為是緊張 其實不是 其實原因有可能是因為 因為當重要的比賽 這個鳳凰是直接導致我三星 這麼強 運氣真好 當重要的比賽來的時候 你會想要去注意的更多 我的女王平常就是 技能不小心壓出來了 算了笑一下 女王技能壓出來了 男王被單頭黏到了 沒關係 來壓個招 等一下還有鳳凰 但是結果真的在重要比賽的時候 你去顧他這些有的沒的 結果 最重要最重要的那個無敵 竟然沒壓到 然後結果 就是沒壓好 不是沒壓到 然後就當然 理所當然就沒三星了 所以其實 我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以後要正重要的比賽 要大家去一起育嬰的話 你一定要去 不管你是提醒隊友的 你必須要提醒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不要什麼東西都提醒 當然我不是在怪我的隊友 我們事後 我覺得其實查定這次 其實真的表現很好 那一次之後 大家也沒有特別的怪我 那隔天我也有提出我的檢討 然後我們就是說 那下一場比賽的時候 大家幫我看的時候 不要什麼東西都講 然後講最重要的那幾個 其實最重要的幾個就是這樣 就是斷邊嘛 就是然後大本怎樣 就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特別的幫我去 簡化了一下提醒的部分 雖然還是很重要的比賽 大家要幫我簡化 然後那一場就有順利的三星了 然後我也覺得打起來 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我可以去更專注的 在需要專注的東西上面 然後包含了女王 稍微被多打幾下 女王可以多做一些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可以多斷邊一下 有顧到就顧到了 沒顧到的話就沒關係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還是蠻重要的 你自己在打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平常在打杯的時候 假設你不是很在意的時候 你隨便打 然後你這女王 沒壓到沒壓到 他還是會三星的 無敵壓好還是會三星的 可是如果你太緊張的時候 太認真在這場比賽的時候 你一直看女王 然後女王顧完之後 你發現無敵這邊 沒壓好 哇你這個一定不會三星的 就是可以預見的是不會三星的 所以呢 大概是因為這樣子 那 也是分享一下給大家 這個 我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我相信有很多人 也曾經有這樣的經驗 然後以後也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呢 你們可以去想想 那再來就是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鋸石碑 鋸石碑是需要去處理一下 鋸石碑跟大本 這兩個東西啊 都會是我們慢生的首要 搜尋目標 因為鋸石碑的這個 攻擊距離太遠 所以呢 你的進場方向 你會去想想 你要怎麼樣去把鋸石碑跟大本 去處理一下 然後如果說 你沒有去處理好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個路線會比較不好三星 那 最重要最重要 我覺得 其實三個裡面最重要 我覺得是 無敵這個東西要壓好 那我也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幾個東西 你在自己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先試算一下 你的 起手勢 什麼時候會把對方的大雕給引出來 因為大家的起手不太一樣 有些人會直接一排放 那就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一排放的那個起手勢 就是通常大雕下來的時候 你剛好就是在一個非常舒服可以壓無敵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不要一排放 那你要怎麼放 斷兵要用多少單位 他的大雕才會壓在你的大部隊 並且是在大法師處在的那個部隊上面 也就是 你不可以把其他部分的部隊的火力 單位放太多 因為你一放太多的話 大雕會打那一邊 然後你的大法師在這一邊 那你這樣子的話 無敵就壓不到了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想想 那再來是 你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很多的火力 你不要壓在兩個小炮上面 你弄就沒用 你自己也要先想一想 那還有一個是我之前有講過 我希望我壓無敵的時候 是不要被冰人給纏住 所以我不會去特別找那種 城堡前 城堡就在正前方 然後我一放部隊之後 全放下去之後 結果遇到冰人 然後我現在馬上就要壓無敵 然後結果我壓了無敵之後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這樣我不會去找這個方向 所以城堡既然在這邊 我就找另外一個方向就好 好嗎 那再來還有一個 當然還有一些小的地方 就是你也不能夠直接太靠近大雕 因為你們知道大雕有一個近距離的範圍 偶爾會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你如果太靠近大雕 全部放下來 然後大雕會直接去砸另外一邊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少部分的 如果你能夠直接打掉大雕的話 也許你直接放個冰凍 一個狂暴把它打掉 那也還不錯 那大家知道大雕有一個特性 它不會瞄準最近的地方 這一個距離 那其他地方呢 尤其是神盾那個地方 不要放太多的單位 不要讓你的神盾被大雕被打掉 這是你需要去注意一下的 好嗎 那再來就是 你要避免一些可能會歪掉的因素 那我舉個例子 就是大家也知道這次 Tribe Gaming沒打進去嘛對不對 欸他們是怎麼失敗的 我沒有去看那個回放 但是我聽大家去檢討 就是他放了訓練營 然後放了老頭在旁邊 結果訓練裡面出來兩隻皮卡 兩隻皮卡的單位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他其他的部隊放得太慢 結果呢 兩隻皮卡直接把老頭吸走了 什麼意思我放給你看 什麼意思喔 很好笑喔 就是他啊 這樣子 就是說他是這樣放訓練營 這裡面出來兩隻皮卡 然後呢 這邊他放一個這個 加上老頭 然後他想要讓老頭跟這邊 往右邊走 他可能在這邊放一些什麼東西 結果沒有 這邊已經吸不到 因為這邊有兩隻皮卡 這邊你再放再多東西 老頭也不跟過來 然後結果皮卡往左邊走 然後皮卡就把老頭給帶走 因為兩隻皮卡的單位其實蠻重的 好 那這個東西啊 當然 你說 為什麼 你說 Trap跟女兒發生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也有可能 因為這個比賽太重要了 然後導致呢 他 他 顧慮的比較多 為什麼 其實正常手順來講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 為什麼平常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而他這個 重要的比賽卻發生這個問題的 這又是回到我們那個 因為你想顧的細節比較多的時候 你有可能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正常的手順是怎樣的 你放了這個嘛 然後你這邊不是這樣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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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樣 你這個一定 一定會 跟在你的主力這邊的啊 對不對 那他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可能就是發生了 就是他覺得這個比賽太重要了 他覺得這個比賽太重要了 所以他斷邊做得特別的 雞婆 你們說雞婆也不對啦 他就這樣子 他可能會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 他就這邊先斷邊一下 這邊先斷邊一下 我這邊先放一個小的 看一下他的走向 等到他走清楚了之後 我這邊斷邊 我一定要把他做好 斷邊做好 斷邊做好 結果 老頭就跟著 然後這邊再放 吸不回來了有沒有 這次吸回來 可是我的意思是 他大概就是發生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 他想要把斷邊做得特別的完美 因為這場比賽特別的重要 然後導致 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平常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問題 好 那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可以理解 因為 選手一般怎麼打 他們都覺得 欸很好三星 他們不會想太多 當他真的覺得 特別重要的時候 他想要顧這個 顧那個的時候 跟我那時候一樣 我跟那比打的時候 我想要顧女王的那個技能 我想要顧男王的那個 這個小骷髏等等等等的 我平常根本就沒來顧的 放著就好了 然後我就是直接就是 蠻無腦的 也不是蠻無腦 就是蠻 一鼓作氣的 直接把全部東西放下來 那這個節奏就是非常非常好 那無敵會壓得好 那 我覺得 總而言之呢 就是這樣子的經歷 讓我覺得說 其實這個東西 蠻多人會發生的 我相信很多的玩家 在這個打重要的聯賽的時候 也是曾經有類似過的經歷 那現在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我當時才沒三線 甚至可能會打出疫情等等等等 那一些職業選手 也是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好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呢 所以總的 總回歸回來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應該 平常練習做什麼節奏 我們正式 最重要的比賽 就是做什麼節奏 不要去做不一樣的事情 平常 你如果很想要把斷片做得很好 很好的話 請你從平常的友誼 平常的打杯 就把這個斷片給做好 然後你認真打這個聯賽的時候 你的打杯就會打得好 這樣聽懂的意思嗎 那如果你平常的斷片就是這樣子 那我建議你 聯賽就是用一樣的方式來做斷片 不要去做一些不一樣的配置 太花巧的東西 太複雜的東西 你過不來的話 反而會打得更差 你應該用一樣的配置 一樣的打法 然後去打重要的比賽 這樣的成績才是最好的 好 今天東西比較理論一點 我相信對於想要進步的玩家 是蠻有幫助的 那非常感謝大家聽到這邊 然後也是 這個是我上個月 花了非常非常多時間 還有心血 得出來的結論 我希望能夠給大家 那如果有幫助的話 那是最好的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好,掰掰